这一车花篮的最终目的地就是院长室 也确实这些花篮就在这待了一会儿 但韩国瑜院长似乎想低调 也因此这一些花篮就这样待了不到半天收起来了 但也不减同党团同志想给他的祝福 花呢花在哪原来就在办公室内 因为立法院长韩国瑜生日这天在外头与好友们一同浸身 像是李四川等人准备了颗大蛋糕 韩国瑜也说希望百姓安居乐业 但不止实体的花心灰也是到处盛开 韩院长生日快乐 韩院长生日快乐 韩院长辛苦了生日快乐 不只是国民党立委们的花篮 也包括各界的友人和党的人士 但也有小礼物很细心 例如蓝委张志伦特地找了一张流水编号 是460617的100元 完美呼应韩国瑜生日 各界给祝福不外乎是心疼 我觉得韩国瑜院长真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最辛苦的立法院院长 民进党真的又灰又如的立委 真的是满坑满谷 然后内内外外各种方式来去抹黑或是打击韩国瑜 立法院的状态也是第一招 但我觉得以韩院长的智慧一定没有问题 我认为韩院长是一个非常温柔而坚毅的一个院长 暖男韩国瑜的生日礼物能否是成功否决复议案 或许还是未知数 但眼看几天后外头就会聚集各种民团 他们扬言从6月19到21按身份证尾数排班 例如1到4号在6月19 5到7号在6月20 8到0号则是6月21 这样的压力会不会是不好的生日礼物 当家还要闹事 立法院长相对于行政院长 还有当今的总统来说 大家的压力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赖清德就任即将满月 民进党送给韩国瑜的大礼 就是朝野对立 东森新闻 李军素质杰台北报道 李军素质杰台北报道